後面這兩個人比較是我自己也會有接觸到業務 首先是國際合作 那我想說為什麼我們一個國家做國際合作呢 所謂國際合作就是說 我們跟一些比較友好的國家 他可能幫交國 可能不是幫交國 可能他的發展程度沒有這麼高 但是我們還是會願意派比如說技術團 或者是說志工 或者是說老師 其實去到他們的國家 可能幫忙教英文 幫忙教數學 或者是幫忙教他們怎麼種到 怎麼養豬 讓他們可以自己自足 會盡量的提高他們的生活平術 為什麼我們要做這種事 有沒有想過 請說 就是尊敬其他國家對我們的認同 然後藉此作長 好想給你兩個 你來討我講話 非常好 沒錯 除了我們藉此 可以來營造我們跟其他國家的良好關係之外 其實還有一個重要的部分 因為他有可能是幫交國 有可能是非幫交國 幫交國的話我們著重是在 國際幫交 那不是幫交國的部分 我們是在增進他們 我們跟這些 這些國家人民之間的交流和情感 可能不是幫交國的時候 他也會有很多政治上的障礙在前面 但是人民的交流是沒有障礙的 我們透過這種方式來累積我們之間的雙邊關係 沒有錯 那除此之外呢 其實也有一部分 更大一部分其實是那個人道援助 人道援助是一個就是說 人積極積極 人膩積極 這聽起來很膩的 但是看到別人有需要幫助的時候 來去幫助人家 這是大家都會做的事 所以我們其實做了很多這部分的業務 那我們現在目前是透過這個 財產法人國和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 它是一個外交部轄下的一個 半官方的組織幫我們去 籌組各類的技術團去做這樣的事 他同時也有志工 所以同學有興趣的話 其實可以上他們的網站 如果在你們高中畢業之後 大學可以來參加這個活動 還蠻有意思的 有時候他們會開到 比如泰國的山區啊 或者是什麼緬甸的哪些地方去 幫助他們的小朋友 比如說有的小朋友 他們在那裡的飲食欠帖還是什麼的 那透過我們這些志工的教導 或是定期的參訪他們家 去建立他們一個比較良好的觀念 營養觀念 這個工作其實蠻有意思的 是出於福利特地的 做愛的量 有所謂的